她是疫情期间迅速窜红 坐拥340万粉丝的英国伦敦抖音博主 粉丝眼里的铁岭石油公主 不到半年的时间里 伦敦张采玲迅速走红 视频最高观看量一度突破5000万 她用颇具喜感的东北口音和妙曲恒生的打油诗 勾勒出一个欢乐的跨国家庭 人们从她的视频中 能看到她与加拿大婆婆斗志斗勇 在双语环境长大下的孩子中英文能力紧喷式爆发 沉迷中国文化的外国老公见到成龙喜极而泣 正是这一个个别开生面的小故事 让张采玲和她的跨国家庭 在观众心中留下了生动鲜活的形象 大家好 这里是第五情报站 在宇宙的尽头铁岭 获了两位喜剧界的小公主 一个是封殿小公主李雪芹 一个就是石油小公主张采玲 奇葩说七的舞台上 张采玲挺着大肚子参加节目显得有点特别 除了担任变手 她同时还有另外几个身份 铁岭石油公主东北王储 拥有四百多万粉丝的短视频博主 不打针不吃药 坐这儿就是跟你闹 这位石油公主如何凭借唠嗑横空出道 她背后究竟是怎样一个妙去横生的跨国家庭 故事还得从2020年开始讲起 当时受病毒影响 在伦敦读博士的张采玲 只能居家带着 这时丈夫杰玲出现了咳嗽发烧的症状 但没人给做检测 医生也只告诉他们肺部有些感染 让他们先回家 不敢出门 看病未果 长夜漫漫南熬前方生死未卜 她决定用短视频记录下自己的生活 跟其他博主有丰富的转场不同 彩玲的视频风格就一个 纯唠嗷 观众一点开只听她在桌前眉飞色舞 用东北话 讲外国人 抢卫生纸 伦敦 生娃 历险记 东北老妈 和英国护士如何为喝热水冰水大战几个回合 生长在重视幽默的东北黑土地 又深受赵本山小品和东北二人传的影响 彩玲把身边的各种故事都讲成了段子 挥鞋的押韵 随手拈来 形容外国老公吃不惯四川抄手 挺白的汤挺大个脸 挺单薄的爱情在抄手中搁浅 形容老公有个海市蜃楼般的头行 她的头发就像少女的情思似的 看起来吧 好像是有 但是特别飘渺 特别虚浮 特别难以捕捉 蒋姥姥怕孩子着凉 门风地风穿堂 风风风锁命 冷风热风空调风风风做病 用他们的眼睛看世界 看到的不是商机 不是人性 不是难解的宿命 是对流 是对流 是无尽的对流 彩玲讲故事还有个特点 爱跑题 一个故事往往能延伸出若干个支流 就像网友所说 每一个标题都不是主线 而主线却在另一个标题里 但这样一个接一个未完待续的视频 就像小品一样 让观众沉迷其中 欲罢不能 不到一年的时间 张彩玲就凭借唠嗑收获了四百多万粉丝 其实张彩玲本名叫张肖曼 只是因为她高中时上课总迟到 几乎是踩着铃声进教室 于是有了江湖称号张彩玲 小时候的张彩玲 貌不惊人又黑又小 甚至有点邪视 她一度非常自卑不太说话 从没想过有朝一日能成为一个知名断子手 虽然我没有一个准确定位 但其实我的定位基本上就是我的生活 只要我的生活再继续 视频就会继续聊我身边的事 同很多海外博主类似 彩玲的早期视频讲了许多疫情之下的日常 但让她人气暴涨的一次 还要数吐槽加拿大婆婆的视频 我后来才发现 大家对疫情的兴趣远没有 对我和大胖媳妇和她家这些事有兴趣 他们最喜欢的人就是我老公和我婆婆 在彩玲的唠嗑小宇宙里 她和丈夫杰米的相识也充满了戏剧话 当年在厦门大学读书 彩玲正在一个教室里奋笔疾书 遇到了参加英语角活动的加拿大留学生杰米 彩玲回忆说 其实前一晚自己还做了个梦 梦里认识了一个法国人 然后嫁给了他 结果第二天真碰到了外国人 还莫名其妙找自己吃饭 后来我俩才解释明白 她以为我留在那是为了吸引她 其实我就是在写作业 有缘分的是 杰米还真有一部分法国血统 外国人的浪漫和咱们不一样 张彩玲回忆杰米的追求朴实无华 两人确定关系后 张彩玲决定赴英国读书 杰米也决定相随 而这段跨国情缘和中西文化的碰撞 也成了她短视频创作的重要灵感来源 她笑称自己每天都生活在文化碰撞之中 光是他们在铁岭举办的婚礼 就诞生了许多名场面 中国人的婚礼向来讲究热闹和排场 婚礼当天彩玲的家人租了十辆豪车 但宾客大都开车到了现场 于是这十辆车就被用来接送十位来自外国的友人 一辆豪车只接一个人 头一次来铁岭的外国友人被这个阵仗整猛了 在放眼车外 那天还有好多对结婚的新人 整个铁岭城锣鼓喧天 他们以为是全城都在为彩玲结婚喝彩 纷纷猜想 这是某石油大亨的女儿 对这类误会 彩玲也懒得解释 一次又一次 彻底坐实了铁岭石油公主的称号 不论求学还是短视频创作 Jamie都是彩玲背后的支持者 彩玲第一次在视频里吐槽婆婆 妈妈生气地打来了电话 怎么能面朝全世界说自己婆婆 简直太不笑了 但其实她在录视频前特意问过Jamie 她觉得没什么不可以 而且认为自己夹在中间的角色很有趣 后来彩玲因为这个视频大涨 三十万粉丝 她还特别高兴 短视频里 她给丈夫起了个大胖媳妇的爱称 弄明白了这个词 在东北文化里的含义 Jamie觉得这也挺符合自己的人设 她最大的梦想就是被包养 她觉得如果要是她老婆特别有能耐 然后她被宠荡成宠妃 她觉得这个是特别好 彩玲的爆火让她接到了奇葩说妻的邀请 正巧这个时候 她怀了二胎 一边是实现梦想的机会 一边是割舍不下的牵挂 好在大胖媳妇十分支持 愿意做她的大后方 闲内住 于是怀孕六个月的张彩玲 留下丈夫和四岁的大女儿 孤身一人踏上了回国之路 我不想活成那种怨妇 我就让她浸泡在逻辑 智慧辩论的羊水里 张彩玲说 在成为好妻子和好妈妈之前 她要先做自己 在奇葩说的战场 她一路过观展江杀入八强 因为疫情解米失业 成了一名专职奶爸 张彩玲的事业却越来越红火 她先后受邀参加脱口秀 大会等一系列节目 继续分享着中西方文化差异 传播中国文化 很多中国人还觉得外国的月亮比较圆 而外国人对中国的印象还停留在 多年前的脏乱差阶段 她希望用她的视频 改变中国人和老外对彼此的刻板印象 这也让张彩玲的视频 不再仅仅是最初的分享生活 传播快乐 被他们赋予了更宏大的意义 失业的成功让她更加思念亲人 但她只能通过视频电话 和大洋彼岸的丈夫 女儿诉说中场 镜头里的张彩玲是快乐的 可谁也不知道 输出快乐的背后 是多少个暗夜里 咬紧牙关的灵魂 但好在他们终于等来了雨过天晴 时隔两年 张彩玲和丈夫女儿终于团聚 当张彩玲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在机场狂奔 终于见到朝思暮想的丈夫和女儿 当她跪地紧抱女儿久久不肯撒手的那一刻 很多人隔着屏幕 跟着她一起哭了 离开时 她的小儿子还在肚子里 团聚时儿子已经会走路 分别使他们还是三口之家 再见时已是一家四口 现如今张彩玲还在用幽默 诙谐的语言分享她的家庭 小儿子取名拿铁 意味加拿大和铁岭的合资产物 拿铁虽然是个混血儿 却生在铁岭常在铁岭 俨然一个东北小男子汉 铁的成分属实多了点 女儿自从来到东北 语言也逐渐东北化 看来宇宙的尽头在铁岭 愿他们的生活越来越好 服务 语言